今天是第七次范语课 非常感谢大家再次牺牲一个美好的周末的晚上 来听范语课 今天的范语课主要是两个或者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的话是 第一部分是讲一下之前课当中遇到的一些有意思的词或者现象 然后和大家相当于在做一个深入的分析 然后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 然后第二部分是和大家按照约定 就是介绍一下历史语言学 或者叫那个印欧语言学也好 严格来讲叫印欧历史语言学 德语叫Indochemnistic 这个学科的发展历史 然后呢和大家相当于读一点德语 之后我希望大概读一个小时不到吧 40分钟左右 然后和大家继续读离居废陀 然后读离居废陀的时候会和大家参考一下他的俄语翻译 然后我们顺便再解释一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俄语的词 等一下我去拿个东西不好意思 我的声音够大嘛你们都可以听到吧 然后这个字应该也是够大的吧 我相信因为我后来去网上看了很多人90%以上的人是用那个移动设备 有的可能是用手机 有的可能是用那个iPad或者是tablet 其他的tablet 就好像用电脑的比较少 所以我尽量把字放大一点 这样你们可以在自己的设备上都能看得清楚一点 好 那我们先从那个 就是和大家之前讲过的这个词 就是 对了就是大家如果对巴黎语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上多伦多 就是应该他们应该是多伦多大学的吧 就是佟老师还有那个利文老师的巴黎语课 他们的确专业 然后知识也很丰富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对佛教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去上他们的巴黎语课 好 然后我首先开篇的问题就是上一次他们讲课的时候 讲到的一个词 那这个词我就去和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巴黎语字节 如果网如果很卡的话大家告诉我 然后我去切换网络 对因为目前为止好像还行 对 就是他们上课的时候讲了这个词 这个词的话叫那个preaches 或者是exponse就是佛陀传法的那个所谓的这个就是preach 传法然后teach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他还有point out这样的意思对吧 好这个其实呃大家呃可能学过范语的也有印象对吧 好我们去把这个呃信息复制下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那个内容好这个是我们查字典之类的都是呃可以 以以致的对吧 我把它说出什么 嗯 好就是呃我们讨论的是巴黎语这个词 巴黎语的叫d ct 对吧这个词好 好那看到这个词的话呃呃其实我可以呃就其实都不用问了 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字典里怎么解释了对不对 字典里呃怎么解释的呢 他说这个词啊是呃来自泛语的呃叫那个d ct 然后呢是一个causative 是一个causative对不对 呃这个大家没有疑问吧 就是对这个对这个词的解释对吧 好好那问题呃现在呢我主要是通过这个词呃来解释一方面 一方面是解释中古印度语的呃呃音韵也不是音韵了就是语音变化 然后还有一个解释中古印度语和泛语呃内部的动词系统的呃问题呃尤其是词语 呃好呃好那就开始解释了就是那所以说呢我们相当于是知道这个词是来自泛语的这个词 啊我把它我把它复制过来吧就是就这个词的意思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对吧 我呃也可以就放在这里大家我把它复制过来我把它放在这里 大家记得有印象就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词的意思是 呃point out呃show或者是preach对吧就是大家能明白这个变化吗就是从show展示indicate到preach 就变化是呃比较自然的对吧就是我把法展现给你 我把法那个point out给你就相当于传法这样的意思 好就是没问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的呃差别 开头d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好s这里巴黎语是个s 然后呢呃泛语是一个sha对吧好这是一个什么变化呢 这是相当于是说啊就是在泛语当中或者你也可以写那个vedic当中 他的那个呃几类词音就是有这个词音呢他在西部方言当中都会变成s 这个叫那个western dialects我说的dialects是指那个middle indian dialects就是中古印度middle indian dialects 好这个是呃大家之前上我的之前听过那个泛语课的话可能也有印象对吧 就是说呃西部方言它会有这种变化那东部方言是什么样子呢 那东部方言都会把它变成那个我写一下 东部方言呢都会把它变成这个我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东部方言 就是因为呃等一下我写一下 这个是eastern dialects对那什么叫呃严格意义上的东部方言呢 就是说啊呃大家之前听课的话可能听过这个数语 叫那个阿尔达玛格里对吧 呃阿尔达 应该是这个 呃中文翻译成半摩羯陀语 那为什么要加个半呢 就是说啊就这种语言当中实际上是把 这两种情况混起来了 所以说我就说严格意义上的东部方言就是说摩羯陀语是这样的 但是呢半摩羯陀语就不是了 它会有一些混合的成分在这里 好这个大家呃有印象就行了 啊我说个标题 嗯 那好anyway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叫半摩羯陀语 啊然后呢下面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大家看到不一致的地方 呃气气都是一致的对吧 都是第三人称单数就是他怎么样 好那现在看到的问题是不是就是a和aya 那呃学过巴黎语的朋友呃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那个问题 可能可能我这个说明是在讲废话是吧 就是说呢sanskrit sanskrit 我写一下sanskrit sanskrit 它的那个aya 学习巴黎语或者其他俗语中古印度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种变化 好 然后呢我们如果去看那个呃 关于介绍中古印度语最权威的呃语法书 呃或者历史语法书的那我和大家互动一下 那个应该去看谁的书大家把那个作者的名字可以写一下 你写中文也可以写那个因为他有中文名字 你也写写德语也可以 看看你们写的速度和我那个找的速度到底是快的 我会稍微等一下你们的你们可以写一下 就这个人就是我们应该去看谁的呃语法书 就全面介绍中古印度语历史演变还无法 啊的确 好 谢谢 对我们应该去看那个奥斯卡封星语格的呃 本呃叫这本书 呃我把他的封面给大家看一下 叫那个呃 这是第二版2001年的然后比上一版增添了非常多的 然后呢我把那个相应的内容其实已经摘出来了 大家只要看这个我摘出来这个字应该够大吧 应该够大了我稍微放大一点 好这里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把那个呃 呃那个笔记放在旁边给大家一起看一看 就是呃我们去看封星语格的这个解释啊 呃他说呢在那个Middle Indic里面 呃Dilauter Gruppen就是这个音的组合 阿亚和阿波 Werden über Ai und Avu zu Er und Oh kontrahiert 然后G的话表示该个的语法书 P的话表示Pischer的俗语语法 呃这两个呃大家知道就行了 因为我也 那个以后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好呃所以说啊大家看到了就是说啊 他会他会他中间发生什么变化呢 就是说我把他封星语格的这句话 写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封星语格说啊就这个音 我们会再有一个这样的变化 就是阿亚到阿译 然后呢叫Pali的A对不对 那从这一步到这一步大家能理解吗 就相当于是两个一对吧 相当于两个一在一起 所以就是变成阿译 或者变成A这样的一种变化 好然后的话这个我们叫封星语格说 这个呢变成阿译 然后呢再到巴黎的那个O对吧 好这个是封星语格那个解释的 然后呢呃 好那我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这里有两个阿对不对 为什么凭什么第二个阿要变成一 就是封星语格是这么说的 那我问大家了 既然这两个都是阿对不对 那我凭什么要把第二个阿变成一 为什么不是第一个阿变成一呢 就说为什么不是这种情况 就是然后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哦的确啊太好了已经有人那个说出来 好的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呀 这个事实上它是有重音的 然后呢这个也是有重音的 好我们现在就慢慢来看吧 就是呃既然有朋友已经说出来了那就很好 那我们就现在推入到下一步 下一步是说什么呢就是呃 嗯 稍微等一下啊 ok 好然后我们继续看那个冯茭寓货的这个书 这个书里面的解释 所以呢大家看好了这个比如说sanskrit 那个叫カラヤティ 是被 是那个始动 causative 来自那个car这个词 然后这个词 我们上一次在读那个 肋脏的那个文本的时候 也遇到过对吧 就是僧人 他自己不能坐 坐垫 不能坐东西 所以他要让别人坐 所以呢 他必须得用一个 causative 始义 中文翻译成始义 对吧 然后呢 所以他的这个aya 就会变成a 这种变化 然后呢 不止这种 我们还会看到 在那个 在巴黎语当中 如果是一个复合词 然后这个复合词的 那个 开头的 有一个比如说ava的话 它会变成all 就是ava变成all 这种变化 所以说根据这一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也知道 在这个avacounty里面 p avacounty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巴黎语 或者泛语 他不标中音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中音 对不对 所以他的读法上面 还是会加入到 就是他真正读的时候 还是有强弱或者轻重 那个变化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个词的话 我们知道他的中音 是在那个avacounty上面 好 然后继续 继续有一点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现在给大家讲的都是phenology的问题 就是语音学上的问题 好 然后大家再继续看这个问题 尤其是看这句话 这句话叫什么呢 他说呢 叫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contraction 阿亚和阿爸的contraction 并不是一直都会出现的 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 在巴黎语当中 有一个词叫那个naia呢 就是相当于 这个是眼睛的意思吧 引导 来自那个na这个词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们可以去 来自naia na这个词 对吧 眼睛 the pupil of the eyes leading 就是来自那个引导这个词 然后进而演变成 那个眼睛的 眼睛里面那个瞳孔 对吧 瞳孔 对 好 ok 然后呢 他在发语当中 也叫naia 所以说 他并没有发现 contraction 虽然我们知道 他的那个重音 可能是在开头这里 对不对 好 但是非常神奇的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这句 巴黎语的 那个诗文 巴黎语的诗文是来自an 就是我们现在看这行 就是那个 我们去再看这个shaya 这个词 shaya是躺下来的 就是 把东西平躺下来 放下来 所以他就引生为 那个床的意思 或者是 嗯 对就是床嘛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句诗呢 是来自an an an 是什么呢 是那个 angutara nikaya 是那个阿韩的 中文翻译成阿韩啊 那个巴黎语叫那个nikaya 我给他写一下 an 是一个巴黎语的文本 叫那个 angu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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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写吗 我忘记了 算了 我只记得它的音啊 就是 an 是那个 angutara nikaya nikaya是这个nikaya angutara 好 然后我们去看这个 然后它引用的时候 一般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看这个书 如果看到它引用的方式 这个罗马字幕3呢 表示第三卷 那其实我可以现在直接找给大家看吧 什么 反正文本我可能都在这里 对就是angutara nikaya 然后呢 这个罗马数字3表示在第三卷 然后后面不是还跟了两个数字吗 50表示第50页 19表示第19行 大家知道这个引用规范 就是引用巴黎语的时候 一般是引用pts的版本 然后指名是第几卷 然后第几卷 第几页 第几行 然后如果是引用那个本身故事的话 它可以顺便告诉你是第几个本身故事 好 ok行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句诗 这句诗有什么问题呢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句诗啊 我们来数一下 一共 只要数几个音节 不用读的 一 数音节 你就看原因就行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对不对 就是十二个音节 但是呢 大家看好了 这个结尾啊 十二个音节 大家可能立刻就会想到 哎 这个说不定是 呃 那个 呃 呃 等一下 呃 十十二个音节 那个是呃 加嘎铁对吧 呃 对 加嘎铁 加嘎铁是十二个音节 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十二个音节乘以四的话 这个是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那个加加嘎铁对吧 好 然后呢十一个音节乘以四 再也有一个名字这个呢叫那个特里斯多普 叫特里斯多普 好 然后大家看到一十二个音节吧 那应该是呃 加嘎铁对吧 好 呃 比较忙 我们先继续再慢慢看一下 加嘎铁和特里斯多普的差别 不仅体现在音节上面差一个 更重要的是他们最后的那个cadence是不一样的 cadence德语翻译整个德语叫那个cadence 什么叫cadence呢 就是最后四个音节或者最后五个音节 我们看一下最后四个音节 最后四个音节是不是 ana panam 对吧 ana是那个食物 panam是饮料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音节 那个风声欲过已经帮我画出来 叫那个a 就是a 这个是两个原音 两个辅音 所以是long back position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长音 然后呢 a 那个短音 对吧 a 然后呢 又是一个panam 长长 所以呢 它最后的cadence四个音节是长短长长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肯定不是加嘎铁 因为加嘎铁的那个最后是 加嘎铁的最后五个音节应该是长 应该是长 短 长 短 X X 就这个才是真正的加嘎铁十二个音节的结尾 然后呢 如果你只是长短长 或者长 就是trich loop呢 它们的cadence 我把这个放在上面 然后trich loop的它的标志就是最后是这样的 这个是trich loop的那个标志 所以说呢 这个诗 这个 这首句子不是加嘎铁 而是trich loop 好 如果是trich loop的话 我们怎么解释 这有十二个音节呢 为什么 因为我一样中间这个词 四个短音 四个短音 对吧 其实呢 它虽然写成sayanam 但是它的读法是senam 中间的读法其实就是 大家能够以外 就是说这个根本不是三个音节 而是两个音节 前面这个aya 在真正唱诵的时候 读的时候是读成a 所以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说啊 正字法 写的诗句的形式 和真正唱诵时候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写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受到泛语的影响 但是它唱诵的时候是受到失利的影响 而且唱诵的话 一般是坐那个床的意思 就躺下来的东西 就是床 我把那个意思 你可以把那个 你可以把范语字典拿出来查吗 就是我之前告诉大家的 那个你查一下这个范语字典 Line down 躺下来 然后表示bed couch 这样的意思 ok 好 然后这个例子举的就是告诉大家 在诗句当中 他书写的这种形式 很有可能是和那个实际唱诵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这种唱诵的形式往往是更早的 它代表了中古印度语那个更早期的形式 大家不能说 这个写法好像和范语更近 所以它是更早的 不是的 大家还是要明白 这是一个中古印度语的诗句 所以它内部的音其实是中古印度语 人家写法的话是受到范语的那个影响 OK好谢谢 对就是如果有朋友想知道那个词的意思的话 也可以请其他朋友帮忙打一下 好 然后这个是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阿雅和那个A这个问题 好我们继续看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就是说在中古印度语当中 如果你看 刚才我们写的一个 刚才我们写的词是不是叫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third person singular 对吧 然后呢 冯恒云玉博讲 说在中古印度语当中 经常会发现 就是他说 A和阿雅 O和阿巴 这种分布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的 更深入的研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发现在中古印度语当中 第三人称单数叫 但是第三人称负数 叫 这是第三人称 我写一下吧 这词的意思我就不写了 我已经默认大家都记住了 这个是prol 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是A 这个是A 好 现在又到了互动时间 大家猜一下 大家有什么想法 觉得为什么会出现第三人称单数 和第三人称负数的词型 词干会不一样 重音转移 等一下 重音转移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重音不在那个上面了 OK 那对 其实也有朋友就是说 这是只是写法的问题 就是 可能等于A 只不过是后期写的时候 那 我觉得不是 不是 不是写法的问题 就他们的确唱颂的时候 就是在试剧当中 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 好 那 这样 有一位朋友说那个 zfai mocha 对吧 那我可以具体再这样讲一下 在巴黎语当中 你是会看到这种情况的 就这个是绝对存在的 就是A 然后呢 他在语法书当中会告诉你要这么写 就这个是没问题的 就是我就算把它这里变成A 也是满足zfai mocha 然后呢 只不过我写的时候 肯定要这么写 这个是没问题的 就是大家 对 这种情况 是可以的 就是A后面加一个 双辅音 这都是可以的 就是 如果去看语法书的话 可以给大家 去查一下 那个Pischer的语法书 我现在就给大家查 那个Pischer的语法书 这个字典 这个语法的话 也有PDF 而且是可以检索的 非常方便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 这种 我就检索这种情况 A加上两个语 好 大家看好了吧 出现了对不对 有叫什么Pekijangchi的形式 然后他A会写成一个弯在上面 告诉你这个A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长原音的A 只是一个短一点的A 觉得音质可能是一个E这样的 然后还有很多 非常多的这种情况 大家只要去搜一下就可以了 好 非常多 好 所以说那个Spai Moa 这个其实是没法解释 这个问题的 好 那其实大家 其实应该再回到重音 这个问题 刚才那个朋友说的非常好 就是说 为什么 我们在泛语当中呢 A 就是我还是严格一点写了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泛语当中 A 会变成 A 就是巴黎的 我就不写 还是写一下长音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是在重音 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重音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会弱毒 对不对 这个弱毒的话 你就相当于变成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大家 我讲到这个的时候 不得不再提到一点 就大家之前 可能在群里争论过 就是泛语的那个A 到底发音是什么 就是泛语的这个A 到底音质是什么 就是有一些老师教 他说这个音质 可能是一个 等一下 这个音质应该是读成A 对不对 就是读成A 更加正确一点 好 大家再想下一个 再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我举一个英语的例子 英语这个词 大家肯定都知道 对吧 就是学过英语的 应该都知道 这个词 它实际上 实际上有两种读法 如果你想表示 名词的时候 就是打破世界记录 那个世界记录 那重音是不是 应该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应该发 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叫 名词 noun 表示记录的意思 我们应该发 record 对不对 record 所以这个A的话 这个RE的发音 实际上 re这个音 对不对 好 然后的话 它还有一种读法 读什么呢 读成 record record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一个动词 对不对 然后呢 也表示记录了 意思是实际上一样 所以说大家看好了 重音不一样的时候 音节的 那就是 重音如果位置不一样 是会影响到 这个词 这个原因的发音 对不对 这个发音 A的话就发 RE这样 A的音 但是呢 record 你把重音放在call上面的话 前面这个A就会弱读 对不对 弱读的话 它就不能发A 要发E的音 record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一个英语的例子 那我们来看范语的例子 范语的例子 所以想啊 大家看好了 就是因为这个R中毒 所以的话 前面这个R是中毒 然后这个R的话 后面这个R是弱读 这个R弱读的话 所以它的发音 很可能就是一个 R这样的音 然后这个R的话 进而变成E 为什么 因为在E这个环境下 R的话 很有可能变成E 然后类比 刚才那个AVRA AVRA的话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这里中毒 这个变成一个R 对不对 然后这个R的话 因为是受到前面 这个V的 这个纯音的影响 所以它会进一步 变成那个RV 对吧 就是都是可以make sense的 好 大家再想一下 我之前也讲过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才会变成弱的 进而省略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应该在 开音节的情况下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看好了 这就是为什么 你就算在这里 加上一个重音 但是呢 这个并不会 变成R这样的一个音 因为呢 它不是开音节 它是一个B音节 所以这就是 那个为什么 在那个第三人证单数的时候 它叫deci 但是呢 它在第三人证复数的时候 还是叫那个deci 这个是中古印度语的音韵的 咕噜的音韵 是 OK anthi是重音 你是说 你是说在那个第三人证复数的时候 它的重音是放到这里的 对吧 就重音发生偏移 然后放到这里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就实率当中的话 它的重音 应该是在那个第三个音节 这里吗 好吧 OK 那我还是 继续按照我 那个 连续复应 音质的差别吗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R和R 就是音质的差别 可是R的话 是一个你从音味上来讲的话 是和R是不一样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R和你中读R和不中读R 它的发音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这是一个开音节 这是一个避音节 所以它是Guru 就是我只不过是用了 我只不过是说那个音节的 那个open和close 那个Guru就是避音节 对吧 Lagu就是开音节 这没问题吧 这是我写一下 对吧 Lagu只不过是梵语这么说 Lagu就是open syllable 这个我只不过是讲了那个 Linguistics terminology 然后你讲的是那个Sanscript terminology 对吗 这个没什么问题 就是Guru的话就是closed syllable OK 是是可以可以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对 好 这个讲完之后我看一下 好 然后呢之所以为什么 OK Anyway 那个对 你写Guru和Lagu 那我就明白 对 那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OK 可以 然后呢 还有个问题是 就是说 就是说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它的重音在AR这里 这个大家想过吗 为什么重音它在AR这里 因为那个原始零语的 那个causative 的确就是这么构成的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为什么它的causative 叫那个 这个问题相当于就是 为什么它的causative叫Desit Desit或者Desha De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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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个好处 就是大家去字典的那个前一部分 我去看一下具体那个第几页 就是在二十二就在这个字典的那个二十二页 我去给大家翻一下 就大家手边如果有这个书的话也可以去看 就是在这个字典的二十二页 然后呢它会告诉你原始英欧语的重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 就事实上那个causative 它有两类 第一类呢 是指 我把它写下来的 就事实上有两类causative 第一类causative 等一下 我写一下 causative 有两类 第一类呢 是指词根用它的all grade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a 这种情况 然后加上a的时候它的重音在这里 然后呢 第二类是 它的那个 用那个lenscent all grade 然后你用lenscentall grade的时候呢 就不能用a这个suffix 要用这个ya 要用这个ya suffix 大概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它的重音迁移到这里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dashayati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dashayati 它的重音大概是这里 那其实这有点循环论证了 因为我们事实上 对于原始英欧语的那个 重音的认识 事实上主要是来自费多范语 希腊语也有 但是希腊语的 怎么讲呢 希腊语的重音系统进行过重整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好 这个目前为止解释的是 Phinology的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过渡到 哦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刚才看到这个词了 等一下 就看到这个词 这个词 是一个复合动词 对不对 然后前面有个A吧 然后呢 关于 那我再问一下大家吧 就是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在废陀翻译 就是我问一下大家 这大家也不一定都知道了 我就只是问一下 看看大家知不知道 好 就在废陀翻译当中 那个动词 重音 就是 动词 动词的重音 是什么样子 在废陀翻译当中 好 那我换 我还是用选择题 这么问吧 就是 简单动词 我现在 对 我现在 对 就这个朋友说的不错 就是复合动词 如果是复合动词的话 它的重音都是在那个 前置词 或者是 借词 副词 这个上面 好 那我再问 如果是简单动词的话 它在句子里面 重音是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 知道的 可以写一下 我等一下大家 大家写的时候 我去把这本书找出来 好 那我把问题变成选择题吧 怎么样 大家可以参与的情况更多一点 好 那我问大家吧 就是 就是 动词首先有没有重音吗 我先问大家 就是在废头发眼中 动词有没有重音 简单 简单动词 而这个大家只要回答有和没有 对吧 等一下 句首有重音 句尾没有对吧 好 这是一种答案 然后还有其他朋友 想猜一下吗 想猜一下吗 就是想说一下 大家 都有 对吧 还有一个朋友说 就是这个词肯定有重音 对吧 然后不管是句首和句尾都有 对吧 好 然后还有朋友说和词尾变化有关 好 OK 那事实上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 就是大家先思考一下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本那个书 好 这本书呢 就是我们如果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应该去看什么呢 我们去看这本书 这本书是目前为止最权威的研究泛语句法的书 它其实不止研究泛语句法 还有研究泛语的那个词的其他的形式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 这位学者叫那个Deal Brick 然后名字叫Alt-India Syntax 然后呢 这个书是18 1888年出版的 1888年的时候 我刚才去 我之前去查了一下 就是大概光绪14年的时候 对 我说这个时间 大家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吧 OK 这个话我以前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就是说大家如果对一个问题 就是在泛语研究上面 印度学研究上面 我们其实关注的问题 或者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其实德国人 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帮我们写好 而且写得非常整齐 非常清晰 好 这本书 大家去看它的前 它的那个目录部分 有一个专门 有一张是叫 它的第三张 叫那个Betonum的Zat-Teiler 告诉你这几类词 这个够大吗 我可以再放大一点 可以再放大一点 就是告诉你这几类词 在费多范语当中的中毒方法 小品词 Tugma Sama 还有那个代词 Pronomina 还有Vocative 还有那个 Valbums Valbum in Hauptsatz Ausnam 等等之类的 好 大家看好了 它的目录当中 已经告诉你 区分两种情况 对不对 一种是Hauptsatz Hauptsatz是主句 然后呢 Nebenzatz 从句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目录 就可以猜出来 废头范语的动词 可能中毒方法 主句和从句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就去跳到这一章 这个是36页 35页 我们去看这个 好 我们继续看吧 我们继续看 Uber die Petronom des Valbums Harmbehandert Bütling E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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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1843年 我这个不知道清朝 我不知道这个是清朝 那个谁的年代 大家无所谓 大家知道一下就是了 就是在这本书 在1888年的这本书 前45年的时候 Bütling 已经出版了一个著作 关于那个 泛语动词的那个中毒 就泛语的中毒 好 那 他说前人的这些工作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们直接看结论吧 结论是这样的 The Hopthage allowed it 那个关于动词中毒的规则是什么呢 如果在主剧当中 这个动词是没有中音的 是不中毒的 然后呢 除非 除非 除非是这个词处于聚首的时候 就是在主剧当中 动词一般是没有中音的 只有呢 当它放在开头的时候要中毒 因为开头你比较强调嘛 好 然后呢 在nebenzatz的时候 在从剧的时候 动词都是要中毒的 好 这个就是泛语那个动词的中毒法则 然后呢 在复合动词当中 那个 它的那个preposition 就是 借词或者副词都是要中毒的 然后呢 这个在 这个在那个 下面 也讲了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但anyway 就是大家如果想了解 第一 泛语的剧法的话 可以去看这本 Devbook写的 然后这本剧法到目前为止 也是最权威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泛语剧法 可以超越它 1888年的 然后 就是如果大家对中音感兴趣的话 可以专门看这一章 OK 好 讲完这个之后 那需要刚才讲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 在开头的时候 Ava 会变成 O 而变 而不是变成 那个Evo 或者Evu 等等之类的 就因为它的重音 事实上是在这个A上面 Ava 好 讲完这个之后 这些所有的部分 事实上都是Phenology 好 现在我们来 进入那个Morphology的分析 Morphology 那Morphology的话 大家可能 觉得 这个没什么好分析的 你都告诉我 那个 你刚才都告诉我 那个什么 我等一下 等一下 我写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继续那个 Morphology的分析 好 事实上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刚才告诉大家原始英语的 那个Causitive 就是那个O加一个A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 对 然后我们翻译的形式叫那个Desha Yati 然后我们知道它的重音应该是 重音应该是在这里 对吧 然后你可能觉得这个没什么好分析了 这个不是非常清楚吗 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再分析的 好 那我们去查 就去字典里面去查一下这个词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去看那个 等一下 大家去看那个巴黎语法的话 其实可以去看那个 另外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 就是他举了很多 举了很多 就是分析了很多词形 然后这个是那个Oblis的一本语法书 我给大家看一下 Oblis的那个巴黎语法书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这本书 叫Thomas Oblis Pali a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the Kalawada Tibitaka 然后这个是2001年的 这个是一卷 然后呢 Oblis还在2009年的时候 出版了新的 就大家现在也可以去买了 其实也不是非常贵 然后有上下两卷 然后呢 第一卷是语法 第二卷的话 我可以稍微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就叫Pali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the Canonic Text of the Kalawada Buddhism 然后他有上下两卷 然后呢 第一卷是语法 然后第二卷呢 事实上是动词的附录 就是他摘了很多动词给你 好 这里的话 然后呢 Oblis 他在他的 我只有那个 我PDF的话 只有第一版 就是2001年一卷的那个 然后呢 在PDF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词 Oblis也分析了 他叫那个Decity 叫Point Out 然后呢 他说这个是那个Causative Causative 一般有Suffix i 或者a 对吧 对啊 就看起来非常没有问题 就已经很清楚了 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好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 呃 我给大家看第二版 使动速插入1 啊 就是帕尼尼的语法的解释嘛 对吧 啊 OK 是 对 OK 是就是呃 大家如果对帕尼尼语法 或者是印度本土的那个语法 呃 其实也有巴黎语的语法了 巴黎语的语法 大家去看那个萨达尼体上面有一个叫 我是不是以前给大家看过啊 就是 嗯 嗯 我去 是不是写错了 就是大家去 就巴黎语法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嗯 然后专门介绍那个巴黎语的语法 然后呃 呃 他有很多部分 然后这个也有法语翻译 呃 然后有词汇表非常非常详细 我估计他编了好像 这一共有五卷 就这这套书一共有五卷 然后是那个著名的呃 呃 巴黎学者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个Smith 这个人 这个人编的就是Helmer Smith 然后大家去看那个Critical Bali Dictionary 就是 Critical Bali Dictionary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 就是一本非常详尽的巴黎语呃 呃 字典 然后 Helmer Smith 就是其中的编辑者之一 然后呢 Smith也出版了很多那个巴黎文的那个教刊本 然后非常重要 那就是巴黎语的那个语法 大家可以去参考 然后呢 那当然还有就是如果翻语的话 大家就去看那个帕黎尼的语法就可以了 好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呃 因为我手中有纸质的就是那个呃 呃 纸质的呃 呃 Oblis的 2019年 刚才给大家看的2019年上下两卷的那个巴黎文的语法 呃 这个是动词部分嘛 然后我把那个动词部分拍给拍出来给大家看了 好 大家看好了第一句话 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 dacity 来自dacity point out 没什么问题对吧 但是看好下面一句话 括号里面这句话 叫 on the complementary on the complementarity of dacity without and dacity with preverbs see 等等之类的 好我把它 写出来 就是我把它详细解释一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我写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句话的意思叫啊 dacity呢 它是 不加 你在你在巴黎语当中去看 看到dacity这个词 它呢 总是 不会加 那个preverb preverb 算了 大家知道 就我中文不是很好 就或者中文术语不是很熟悉 大家 大家那个原谅一下 不要太介意 dacity这个词 你如果在文本当中看的话 永远是单数 前缀对吧 ok 就它永远是不加前缀的 谢谢 谢谢 前缀 你在文本当中看到 它绝对是 simple verb 简单动词 不加前缀 简单动词 你如果看到dacity这个词 dacity大家能明白吗 dacity相当于是dacity 就是这个词根 我写下来 这个词根呢 它叫dacity 它叫dacity 对吧 或者叫body 叫dacity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guna guna的形式 或者叫那个full grade 我用语言学的 就是 就是泛语 传统语法的话 叫guna 那我用语言学的术语 叫full grade 然后呢 this 或者dish 这个呢 是什么呢 这是它的 zero grade 或者呢 就是它的veakstem 弱的语干 只是这个词啊 它呢 也可以用它的弱语干 zero grade 但是呢 只要你用zero grade 它前面必须得加 必须加前缀 这是不是很奇怪 对吧 就是 就我 怎么讲 就对于至少对于我了 就是 我一开始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觉得很奇怪 对吧 就是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 为什么dacity 它不加前缀 为什么dacity 它就一定要加前缀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就是 就是 为什么一个词加不加前缀 还和这个 还和这个词到底是不是cautative 或者是 那个full grade 都有关系 按理说大家 大家 目前学过泛语的朋友 肯定觉得 加不加前缀 就是影响意思嘛 那比如说 刚才这个朋友 打出来的 APPA 表示离开 或者是away 或者是对吧 然后逆的话 表示向下 或者什么之类 就是前缀它实际上 就表示这个意思 对不对 有点吵 我把那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把窗子都关起来了 哎呀最近德国真的是到处都在施工啊 来大兴土蜜 这是ok好行 好大家明白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了 对不对 就是 就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 就是你可能去看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不加前缀的 然后呢 dissart 也不是百分之百一定要加吧 我没有check过整个巴黎三藏的corpus 但是大家可以相信这个opolis总结的情况 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去check嘛 就是说dissart 它一般是它是不加前缀的 然后呢dissart它是加前缀的 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在旁边 知道就是问题 好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个问题 我们去查字典 就去查范语字典吧 范语字典我们就去查diss 这词在范语字典当中你要查的话查diss 对吧 好这个词叫这个词的意思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对吧 就是我们去查那个范语字典 这个词叫diss对吧 然后它的意思也很清楚 刚才给大家也查过了 好大家想一下中文啊 中文如果中文把它翻译成叫那个展示对不对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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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个书 中文叫展示对不对 或者叫那个 对吧 指出 指出对吧 好 那我问大家 我们在中文当中 如果你要用始动的话 要用carta 实义 那应该怎么说 是不是应该叫始 Pratidacity 啊OK 好 对其实是有的对吧 就是说其实还是会有的 OK 所以我刚才说的就不是百分之百的情况 因为语言 那绝对是会有那个变迁变化了 对吧 OK 好 那如果我们在中文当中想说展示指出这个词的始义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叫始什么什么 指出对不对 好 然后的话 那大家会发现问题吗 原来的句子是什么 佛陀像 我中文不是 我那个 我巴黎语不是非常好 就可能是叫budo 或者说 daman 那等一下 daman 然后那个desethi 对吧 然后前面可能是 前面可能不一定是wudo 也有可能是bhagavang bhagavangtu 等等之类的 对OK 然后有前面可能是那个比丘的genitive guru 对吧 我就不写了 Anyway 就是大家看好了 如果我 如果这个词是始义 那大家想象一下 是不是应该翻译成佛陀让比丘 佛陀使比丘指出法 对不对 就如果真的是始义的话 因为大家想嘛 中文这个词叫展出 就展示指出 那如果要翻译成始义 是不是叫使谁谁指出 对不对 如果叫使谁谁指出 那是不是就说 不是佛陀自己传法 他反而是让比丘去传法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 非常矛盾 对不对 那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其实呢 这两个问题是有关系的 大家可能一开始 现在可能 觉得我肯定在说笑话 对吧 上面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和下面这个有关系呢 好 我们再去回到 范语当中去看一下 我们去查 废陀范语字典 废陀范语字典的话 我还是跟大家来一个互动嘛 这个互动已经非常简单了 大家告诉我去查 废陀 离句废陀范语字典 应该去查谁的字典 就这个字典的 编辑者的名字叫什么 对这个是一个 对就是查那个词源 这个是查词源的字典 对然后我如果想查那个废陀范语 就是离句废陀的动词的形式 就是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了 然后名词到底在什么地方出现了 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早的 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 然后这个人以前是搞信心代数的 对 这样一个人 那个大家 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吧 你这个人的名字可以写一下 对对对 那个格拉斯曼 对对对 格拉斯曼 后腾不是 后腾那个 其实你也可以查了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的是知道这个词出现的情况 好 我们现在去查格拉斯曼 好 格拉斯曼这个字典叫 dish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不用管德语到底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反正重要的是给大家看词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词出现的情况 大家找一下 causative 认真找 我往下翻 大家认真看一下 如果大家看到 causative 就叫我stop 停一下 OK 或者你们自己也可以找 没关系 然后你们找到就告诉我在哪里 我已经到底了 对可以检索对吧 是啊 可以检索 结果是nist的中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废头翻译当中你是找不到 dish的那个 causative 好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为什么找不到那个 dish的 causative 好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那个Mayerhoff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Mayerhoff 好 我们去看Mayerhoff当中总结的dish这个词的词形 我把它写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dish这个词 或者dish这个词 OK 大家看好了 它的现在词 有几类情况 一个是在分词当中出现的 叫那个dishand 或者dishamana 然后或者是dish2 然后呢 它还有一种形式叫d-2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d-2 这个非常奇怪叫d-2 或者叫dish-tang 对吧 然后呢 还有它从前面这个 这个是这个相当于reduplicated 对吧 对吧 这个可以理解 对吧 就是前面有个d 然后就是一个dish 对吧 对 然后这个 就是这个 诗 然后在t前面的话 它会变成一个卷舌的s 卷舌的诗 这个大家去赵士龙老师的范语课的话 也可以听到 对 这样的 好 然后继续看 就到perfect了 然后呢 又到reduplicated 所以说 大家发现什么问题 就是说 dish这个词 只是这个词 它在早期的废头翻译当中 大家看好 这是有个加号 对不对 加号的意思 表示废头和和它同时期 就是表示离句废头 以及和它同时期的 属于离句废头的这个文本 然后呢 这个是离句废头当中的 所以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dish这个词 或者dash这个词 只是show这个词 它在早期的废头文本当中 是没有causative的 然后呢 它的现在词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dish 就是简单 现在词 就是simple 就是 这其实也不是根现在词 因为它还有那个原因在里面 这种简单的 然后呢 还有一种 叫那个dash 就是重叠的 对吧 这个叫sematic sematic就是插入主题原因的 有主题原因 主题原因就是大家看好了 这个dshot2 就是这个r 就是我现在标注出来的 都是它的构词的标准的 构词的标志 就是构成词干的标志 这个是sematic 然后呢 这个是那个reduplicated 重叠 对吧 然后呢这个词是没有causative的 在这里是没有 没有causative的 好 然后呢剩下来就是完成实 阿尔维斯 等等 还有PPP PPP叫dishta 对吧 好 那为什么呢 好 那我们去看一下 那 那为什么 还有就是 那我们现在去 再去看那个巴黎语的这个词 就很奇怪了 对吧 它首先你不能说 让谁谁传法 对吧 就是佛陀是自己传法的 佛陀不是causative去传法的 佛陀不是让比丘自己去传法 佛陀是自己传法 所以就causative是有问题的 好 但是语法书当中都说是causative 为什么呢 我们还去看字典 去那个leaf这个字典 还是去看这个leaf这个字典 leaf这个字典 大家看好了 看好这句话 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 这句话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构词方法 并不只限于causative 这种构词方法 它有两个含义 一种是causative 我们比较熟悉的 还有一种呢 它的语义 叫什么呢 叫iterative 然后iterative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去查一个英语字典也可以 这个有这个术语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很了解 我去给大家查一下英语字典 大家看好了 英语字典叫什么 英语字典叫重复反复对不对 好 我现在再问 在 那大家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 迭代吗 迭代是数学的那个数语 数学的那个数语 等一下 ok 好 那我现在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 一个动词 它需要用reduplicate 就是因为它想表示 一般情况下 就是我只能说最古老的情况 最古老的情况下 它是就想表示 一种重复性 对吧 就是这个词 这个动作经常重复进行 对不对 所以呢 传教 不能叫传教 我怕这个是敏感词 就是 传授知识也好 把这个法 或者把这个知识展示给你也好 这个事实上是有一种 iterative 反复重复的一种 语义在里面的 所以 的话 指示这个词 show point out preach teach 这个词在废陀范语当中用的是reduplicated 因为这个词跟它 大家想表示的一种动作 现在时当中 想表示的动作 其实就是有一种 iterative的意思 然后 这种 iterative 到了中古印度语当中 或者到 经典范语当中 其实就已经 用 怎么讲呢 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示了 但大家 就是大家去看那个经典范语 我们去查经典范语 Marlene Williams 能去查diche diche diche这个词 它有 大家看好了 它有两种构成方法 一种是重叠 diche t 就是废陀范语的 还有一种是第六组 叫diche t 是sematic 所以这个就是两种废陀的形式 然后的话 它在经典范语当中 已经出现了 causative 这causative的话是用在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去check一下 这个causative 应该是在那个史诗范语当中 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 它虽然形式上是 这种形式 用aya 然后是归的话 可能是归在第十类动词 等等之类的 就它虽然是用这个aya 大家看好了 这个我写的这个形式 不要混淆了 这个是一种重构形式 早期原始优语 叫a解 然后这个a解的话 在废陀范语当中会变成aya 这是范语当中的一个音变 它会把那个原始音乐语的a 都会变成a 所以说 它在构词上面 就是morphology上面 的确是和 的确是这种形式 但是呢 它的语义 对于讲学啊 或者是传授知识啊 它并不是causative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 iterative 然后这就是印证了 在废陀范语当中 它没有有causative的 因为呢 这个并不是causative 它根本就不是causative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 iterative 然后这种 iterative 它用了一种reduplicated的形式 来告诉你 好 现在呢这个是 这个刚才的解释的问题是 佛陀传法 而不是佛陀让别人传法 对吧 好现在我们去解释这个问题 为什么deciate 是不加前缀的 然后deciate 是加前缀的 然后我休息一下 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大家可以现在思考一下 我待会回来 会告诉大家这个 到底为什么 OK 我去倒点水 然后大家也稍微休息一下 好了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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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解释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density是不加前缀 然后density是要加前缀的 好 要解释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去事实上去就是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aya这个词 然后我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 在那个 传授 或者是展示这个词里面 aya的 这种构成方式 并不是表示 causative 而表示一种 iterative 就是重复 做事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其实这个aya 这个后缀啊 它还有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含义 或者说这个 刚才这个 这种构词方式 它还有一些更基本的含义 然后呢 我们要去看aya的话 应该去看谁的书 有一个学者 美国学者 他专门写了一本关于aya的书 然后这个书 我之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应该跟大家说过 大家能知道是谁吗 可以把这个作者的名字写下来 这个是北美研究废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 然后他也翻译了离居废陀和另外一个人 对对对是个语的 然后他是UCLA的 对UCLA的教授 对 有朋友知道的吗 那个可以写一些 我正好稍微休息一下 你们没有睡着吧 我确认一下 你们是没在睡觉啊 这个问题不管 你们可以先回答我现在这个问题 你们没睡觉吧 没睡着吧 的确的确 是是是 是杰米森对 對 Heidi 哦 还好 还好是快要睡的意思吗 ok 脑子里都是降乎吗 我这样 ok 快睡着了吗 哎不好 怎么办呢 ok 我也没什么笑话 可以给你们分享 怎么办呢我讲的都是讲的都是这种比较枯燥的东西 对我们去看那个OK我们去看这本书 如果你想知道AYA就是你想了解AYA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情况的话 我们实际上去看这本书叫那个function form 这个可能要放大一点 可以再放大一点 对这个是双页扫描的 叫Stephanie Jameson 然后叫function form in the AYA formation 然后大家看好他还把中音标上去了 AYA Formation of the Nick Veda and the Attava Veda 对对Stephanie Jameson OK好然后这是比较少见的研究废陀 然后废陀动词 然后且还是用英文写的 但是呢这本书还是在德国出版的 大家看好这是著名的那个Wentheer Hubrecht 歌廷根大学的那个出版社 这个出版社出版了非常非常多经典的那个书 好然后这个书里啊 我好像我去看一下我可能截图了 嗯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来看一看这个Jameson的这个话 够大吧 够大吧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Jameson在他的书里面说了 说什么呢 叫 We return to Tima's suggestion Tima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伟大的研究废陀的一位德国学者 Paul Tima 然后他说啊 事实上在废陀 那个 就是Early Vedic Reflex of the PIE O-grade Ear Formation 就这个Early Vedic 这个构词方法 事实上并不是表示实意 而是呢 表示transitivity 表示即悟 就是 事实上是 嗯 它 除了表示一种 Iterative之外呢 还是表示一种 即悟的一种 嗯 意思 然后他非常强调 是和 和 和法之间的一种关系 就是 要把法子展现出来 就是即悟 就是他强调的是一种 transitivity 的意思 好 然后之后呢 In such cases Ear Formation had two functions the absolute function transitive and the relational function causative Originally it seems that the absolute function was the principal function of Ear 所以说 Jameson自己也 那个提到了 就是说 Ear的这种 构成方式 其实更强调的是一种 即悟的问题 好 然后 其 然后谈到即悟的话 呃 他说啊 那个 呃 谈到了一个这个词 叫那个 Vartajati 和Vartate 大家看好了 大家看好了 Vartajati 就是这种 Aya 构词 对不对 然后Vartate 是不是就是 没有 Aya 但是一个A 好 我把这个 Vartate 和那个 写下来 就是刚才这个 大家看好了 这个东西 我把它 我把它继续写下来 就是 就是 这个是 Jameson的话 我把它放在旁边 就是我们现在看的 事实上是这两个词 对不对 就是 Deshia Yapti 然后呢 和 Deshia 其实没有了 但是我就把这个词干写出来吧 把词干写出来 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具体的词形的话 它要涉及到 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 attested 对 OK 然后Vartajati 对吧 这个词和Vartajati 对吧 大家看好了 这个是不是 非常具有可比性 对吧 这个是 虽然这个 已经是full grade 但是我们关注的 实际上是这个东西 对吧 OK 关注这个东西 好 那呢 我们现在一起去 再去那个 废头范语当中 去看一个 看一个这个词 这个词 我们去check 那个还是去 check这个字典 lit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词 什么情况 这个词的 词干 有一种 我去 等一下 我们去看这个词 我们去看这个词 这个词 它有相当于 我去检索一下 大家看好了 这个词 有一种重叠的形式 对不对 叫那个varblit 然后这个varblit呢 它经常是和 等一下 我去看一下 这个词在那个废头范语当中 是有那个 所谓的cautative 但事实上 它可能更具有的含义 是一种 极物的一种含义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 它单独出现的形式 单独出现的形式 我去看 对 它还有单独出现的形式 就在这里 然后大家 还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 另外一种形式 是重叠的 也是表示重叠的一种语干 大家可以看到 它事实上 也是不是总是和一个前缀在一起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去看它的那个 我们去看它的那个cautative cautative的话 其实也和前缀在一起 但是呢 它也有好多 我看一下 好像它还是 更多的情况是和前缀在一起 好吧 那我们其实基于刚才那个 Jameson的这个说法 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表示 transitive 更多的时候是表示transitive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其实上也是表示transitive 对不对 然后这个的话 并没有那么transitive 所以的话你要想把它 什么叫transitive呢 transitive的意思是 指可以constructed constructed constructed transitive的意思是什么 transitive的意思叫 constructed with with objects 对吧 然后这个object呢 我把它对话框拿了下 好多使动 对啊 它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 就是即悟 就并没有那么强调的 那个 它并不是使动 就它的构词方式 事实上是aya 但是呢 它并不是真的 表示使谁谁 做什么事情 就我刚才说的传法 这个问题呢 就是它不可能佛陀 让别人传法吗 就佛陀他自己传法吗 虽然这个词 根本的含义 就是show 这个词根根本的含义 就是show 但是呢 你用这个aya 这种构词方法 构成的这种词形 它其实并不是实义 而是一种 iterative 就是重复做 就是一直在做 这样 然后呢 它具有的含义 也有那个集物 就是要和 因为你一直重复做 就是和很多 和一个兵语 连结合在一起 好 我其实现在有点 已经有点担心 待会儿要阅读课了 我尽量把这个长话转说吧 intransitive 是什么意思呢 intransitive 意思是 not usually 就是一般情况下来讲 它是不会 not constructed with objects 对吧 objects的话 一般我们就认为是一个 名词的 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名词 对吧 就是你不可能和动词 constructed 对吧 这个我们一般认为是一个名词 好 说到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 所以说 这个transitive 意思表示 它可以和一个名词 结合在一起 对不对 好 我现在终于讲到那个objects 不好意思 哎呀 这个实在是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多谢 谢谢 objects OK 好 大家知道common 对吧 也知道不common 这个词 对不对 就是德语 德语这个common 表示来 就表示 就表示 德语表示来 对吧 呃 com对吧 就没问题 不common 叫表示什么呢 表示获得 这两个词 意思差的好像很大 对不对 但是呢 它们的确是同源的 就是common和不common 都是同源的 那我其实还可以再举其他的例子 呃 就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神这个词的时候 我总是绕不过神这个词 就神这个词 呃 是我一直喜欢讲的 就是神这个词god 对吧 呃 对belove也可以 对 就是我 对就是我比较熟悉德语的情况 因为德语这个真的是 复合词比较多 对 就这种be啊 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复合词非常多 啊 那个德语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过那个 呃 我们呃 就是神这个词 就神这个词 它原来的含义 就在泛语当中 它的动词是来自一个叫who 这个呃 词对不对 就是就是Vedic 就是Sanskrit 呃 Sanskrit 是来自那个who who的意思呢 呃 除了表示那个祭祀之外 这个 sacry sacrifice 它是不是还可以 它原来的含义 其实不是sacrifice 它原来还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况 就是叫poor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把东西浇灌一下 就是poor 对吧 那德语的话翻译成geeson 那其实应该政治法的话应该是这么写的 你就懒得调了 就是德语应该是这样写geeson 然后呢也有人写成geeson 这个无所谓 大家知道就行了 好 但是呢 大家如果去看泛语当中 呃 比如说那个魔奴 就是马奴 这个一开始祭祀的时候 他用的不是who 他用的是啊who 他是用啊who这个词 那为什么要用啊who呢 为什么要加一个啊呢 就是大家如果去看那个文本的话 就去看我上一次发给大家的文章 就是有一篇专门介绍那个神这个词的那个文章 在祭祀的时候 他事实上是用啊who 然后呢大家再想一下那个 再想一下tokaren tokaren的那个神叫nuke 我那个给再互动一下 大家写 大家打一下那个土火罗与b的神到底怎么写 不知道我朋友现在也可以去看群公告 那个QQ就是那个微信群的公告 大家写一下我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啊Nuke对 不错 突然被查作业的情况 好吧是的你可以认为是一种查作业吧 好废头发 就是那个 那个tokaren 叫那个nuke对不对 nuke 前面的near 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表示什么呢 他原来这个near是来自一个前缀 表示向下倾倒的 是一个preverb 对吧 都是一个 这事实上都是一个preverb 这些都是preverb r表示动作的对象和方向 对对对对 都是r和near其实都是一种preverb 然后的话 这就是在德语当中我们去看一下 德语当中你如果查 eason eason他有两种 一种是transitive 但是呢还有一种 叫那个intransitive 就是你把一个 你浇水嘛 就是单纯的浇灌这个意思 原来是intransitive 但是德语当中还有一个词 叫pergeason pergeason他绝对是transitive pergeason就是浇什么东西 就是表示动作的对象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就是表示动作的对象 我向神祭祀 或者是我向一个抽象的 这种存在 抽象的这种 表示尊敬的 抽象的这种存在去祭祀 所以的话我需要用transitive 因为我有一个动作的对象在那里 我有一个明确的动作对象 对吧 所以这就是德语当中的b这个词 而不是b这个词 而是b这个前缀 所以用的意义在哪里 用的意义呢就是 和 就大家从中文可能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区分 中文可以区分geason和pergeason吗 中文如果要翻译的话 怎么翻译geason geason是道东西清道 然后pergeason是一种transitive的 像一个特定的对象清道的 所以 这就是 这就是英欧语当中 古代也好 现在也好 加不加preverb的一个原因 那我讲到这里 那我讲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已经能明白 为什么 desity是no preverb 但是 desity 是with preverb 就是因为他们都要把 传法嘛 传法当然是 集物的嘛 你要和法之间 法是你的动作对象 就是教义也好 学说也好 等等anyway 这些都是你的 怎么讲呢 就是 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 都是objects 都是这个动作的对象 对不对 然后呢 aya 这个是来自aya 然后这个aya呢 是transitive transitive transitive 且呢 是 iterative 然后 desity 它没有这种transitive 意思 但是呢 你必须得把它变成transitive 所以它需要加preverb 好 这个就是 对对 就是获得transitive的 就是你把 就是这就是 我刚才讲了这么多 你可以总结我一句话 How to obtain pensitivity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好 好吧 行 我还是 我还是赶快去 因为这个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的 我其实 这个故事真的是太长了 就是讲不完了 那个我我再给大家看一看 哎呀 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 非常多的故事 我我其实还准备了很多其他的内容 但是考虑到时间问题 我实在是不想拖太久 大家美好的那个周末的晚上 不能就被这个东西完全给霸占了 对不对 终于看到曙光了 OK 好 我已经快讲完了 那个好 我们去看原始英语吧 原始英语的这个词叫dick 对吧 然后呢这个dick大家看好了 他在构成现在时的时候是 大家看好了 他在构成现在时的时候真的是只有两种 对吧 我真的是铺垫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对 好 大家看好了 他在构成现在时的时候真的就两类现在时 没有 causative 然后呢大家看好了 学过希腊语的朋友知道 指示是叫什么吗 叫dick new me 叫dick new me 对吧 好 为什么希腊语叫dick new me呢 他为什么不叫什么其他的那个 dick 或者是dick 等等之类的 他为什么要用dick new me呢 就是这个ny到底是什么意思 ny 我再跟大家互动一下 听过我前面的泛语或者是图火龙语课的 朋友知道ny是一个suffix对吧 一个构成present的suffix对不对 这个ny大家如果去看 我等大家那个好吧 大家是不是已经觉得有点too much了对吧 有点too那个 我的电脑已经有点卡了 就是啊 大家如果去看贺体语的话 这个ny是一类专门用来构成causative的 现在时的一个后缀 我给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好了这里 大家看好这句话 他说这一类构词 la formation à la valeur causativa 就是这一类ny是专门用来 专门用来构成causative 或者是不能说causative了 其实这个词更多的是一种集物性 就是它和动作对象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关系也好 就是一种集物性 但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希腊语当中 那个表示show这个词 他用的是decnomy 对 好 就是不能再讲了 就是再讲的话就已经 那个太多了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在aveston里面 它也是 iterative 大家看好了 iterative 它并不是causative iterative ok 好 我们还是回到一个稍微 怎么讲呢 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 我大家调整一下 大家把这个pdf打开 我们现在开始读一点那个德语 我估计今天那个废头饭也读不了了 我还是先给大家读一点德语吧 ok 好 大家把这个pdf打开 然后我们一句一句慢慢读 然后呢 我尽量那个读的慢一点 然后我读一句 然后翻译一句 然后我会适当的和大家互动一下 大家也可以 pardon ok ok 这个词是吧 算了不能再讲了 就是我还是要均衡一下 不能太 不能这个问题讲太多 好 那这本书呢是 我可能接下来几节课都会和大家一起读的 顺便帮助大家学习了解一下 这个书的名字叫 这个书的名字叫 Indo-Germanistik 然后这个 istik 就 这个 课定堂用来构成一种阴性的抽象名词 然后呢 标题叫 意思是那个 introduction 那个fue hong 是引导的意思 ain 是in 就是你把一个人 带到里面去 ain fue hong 然后 fong 是off 就是 对 off 英语off then 是一个带词 或者贯词 这是一些带词 啊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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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写一下 这是unfinger 就是大写字母 那个小写字母是这么 单数这个是singular 然后呢它的负数叫unfinger unfinger 然后呢这个是它的第3格 就是dative rule 然后第3格的时候如果 第3格的时候大家记好了第3格 的时候如果 如果如果是第3格 写它的负数呢没有in结尾 你呢需要把这个 负数变成sing 这是一个德语的一个 规定 就是说 大家可以说dunfinger d的话是表示nominative 然后呢但是呢你如果说dangunfinger的时候你就不能这么说 你必须得说dunfinger 就是n这个是dative dative 这都是plural 对就是德语的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你 主格的时候没有in 那 它的那个其他格就是不是其他的就第3格的时候你需要加个in在上面 就是这个ok 然后beast是until的意思 in是in d又是一个 冠词 然后geganvat就是现在 所以说就是 关于 就从 开始到现在的 一种描述 介绍也好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介绍那个 Indo-Germanistic 印欧历史元学 大家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讲这个的时候不需要特殊键盘了 好 那我们继续 那个 看正文 首先那个目录啊 大家也可以因为毕竟是我是希望顺便讲一讲德语嘛 所以我也会讲一下这种 情况 就目录叫in heart in heart in heart 表示英语的那个content 那in hear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硬 硬加一个heart 硬加一个heart heart 表示抓住 heart 呢 是和英语的这个hold 和hold是同源的 hard hold 就是你把一个东西抓在里面 抓在里面 所以就是 目录嘛 就是包括内容 对就是内容 大概意思 对 ok 继续 地 照片 地 地 所以德语就非常像一种分析的语言 其实 英语也可以 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组的可能太多了 代空是表示covered 这个 代空 这个代空的而是cover end 的话就是反译 就是把它那个 discover 就是类似英语的那个discover 完全一样 就是discover cover 是decon 然后dis 是ent ent 是表示那个 反译这样的意思 然后是他的那个 del del 是一个冠词 表示genitive singular del del它有很多种形式了 它有很多种意思了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如果去看德语语法的话 德语语法书的话 大家去 我就不给大家看德语语法书了 大家手边肯定 如果大家开始学德语 手边肯定有一本语法书 然后这个语法书里面 肯定也是有这种冠词的 对吧 就是del de dust 这些肯定是有的 这里的del的话 它是genitive feminine 就是genitive singular genitive singular del 就是这个意思 或者是off 你可以翻译上off 对 indogamnish 就是印度日尔曼 然后它为什么叫印度日尔曼呢 就是和我们的那个 它为什么叫indogamnish呢 就是因为它事实上 只有两个部分组成 就早期他们命名这个语系的时候 其实就应该 就是把最东边的语言 印度和最西边的语言 gemanish 拼起来的 那gemanish的话 就是日尔曼嘛 就是东边 就是西边 大家想一下 所以说 如果他们再早一点 发现土摩罗语的话 他们可能就不叫indogamnish了 可能叫toko tokogemanish 大概是这样子 或者叫toko什么其他的 在西边还有更西的吗 我不知道了 就是可能他们是从那个 时区开始分的吧 就是那个 英国的那个时区 开始数大概 gemanish 对 好 就他们一开始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把最东边的语言 和最西边的语言 对 tokogelec 对 或者叫tokogelec 对 有人是这么说的 OK 好 那个sprachfamilia 就是sprach是那个语言 然后familia就是familia 好 然后继续那个 darstellung的indogamnish 冰岛比开尔特喜 对 也可以叫 但冰岛语是那个日尔曼语嘛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 可以说是日尔曼语 这样的意思 对吧 所以日尔曼没问题 日尔曼没问题 好 然后 继续 他最后还有一个hegister hegister的话 是表示 好 大家就不要 大家 无所谓 大家可以随便聊吧 那个hegister的意思表示 那个index 就是注册 就是register 就注册的那个目录 大概 不是目录 就是索引 就是会把不同的词形 这样的 那么hegister 就是把人民 做了一个目录 做了一个索引 zach hegister zach 是那个事情 就把具体什么主题 做了一个目录 然后sprachdischhegister 就是把出现的词形 做了一个目录 做了一个索引 Indo-Eheranisch 就是印度伊朗语 Alt-Gisch 就是古 希腊语 Alt是古的意思 Latein Latein 然后neuhochdeutsch 就是德语 neu neu hoch gau 然后deutsch 就是deutsch 好 我们还是去看正文 就不得不说 就是 就是Maya Hof的这个德语 还是比较难的 然后大家如果看的时候 觉得 看不懂啊 或者是觉得很辛苦 很麻烦 这个是很正常的 好 那我们就一句一句慢慢看吧 我不会全部都读的 我还是 主要的目的 还是向大家 介绍 那个学术史 就会不是真的要 完全变成德语课 对 好 那我反正是读一遍 然后大家 看一看 大概什么意思 这第一句话就非常长啊 第一句话有四行 就是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就找了一个这么复杂的一个段落开始 OK 好 我们就可能就看 看几行 然后就跳到后面 好 我读一下 那个 这就是前面一句 主句 这是主句了 有一个动词在这里 然后呢 出现了一个从句 从句的话 它可以用关系代词 也可以用 一般的这种贯词 它其实不是贯词 实际上是一种指示代词 对 第 in die jahre kurs von kurs nach 数词 比较麻烦 大家可以有几种读法 这种可以读 tausend ach hunderd 也可以读成 ach chent hunderd 但一般的话 就无所谓的 就这个可能读的 tausend ach hunderd 稍微多一点 tausend ach hunderd gesetz 然后括号叫clammer 然后unter2就是在二点下面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动词是这个 那前面一些都是 非常长啊那我们慢慢来分析一下吧 on是指在什么什么方面 然后呢for all that one for all that one表示那个 presupposition 就是 假设也好前提也好 就是一种假设 预设 什么样的预设呢对什么的预设呢对 cantinent feel是for 意识那个冠词 那个这种小的词的话我就不再多解释了 我就把这种稍微长一点大的词解释一下 cantinous是认知知识 des是genitive singular geneticion就是英语的genetic 就是genetic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比较好 tusammenhung 是联系 就是 关系 密切的关系 就是tusammen tusammen是那个together的意思 hung是那个 hung的话大家可以 跟英语的hen一样 就是靠在一起 也挂在上面 呃 就是attach去 就是 两个东西靠在一起嘛 就是相互之间的关系 然后什么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今天 heuter 印度germanic genetic 就是 被称为 genetic 是那个 nennen的 ge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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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自nenen这个词 nennen是那个name 就是英语的name 就是命名 就是 我们今天 以印度日耳曼语来命名的这些 语言 好 连起来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对于 呃 我们就是 我们目前 我们今天 命名的 命名为印度日耳曼语的这些语言啊 他们之间的 亲属关系 genetic就是 genetic 生物学上面的或者是基因上面的 起源上面的对吧 就他们起源之间的这些相互关系 遗传上 对 genetic 对吧 对大家知道我什么意思 就是英语的genetic 就是 就这些语言之间的 就是 普系也好 遗传也好 起源也好 他们之间的这些相互关系 对于这些相互关系的 这些 一些 预设啊 假设啊 也好 就是对于这方面的 假设 其实那是 hat as nichtgefell 就是 这个句子的动词的主干 实际上就是 hat as nichtgefell hat 是那个half 这个词就是 表示 一种完成式 完成式的话在德语当中是 需要用一个 这个叫什么 hipswell 叫那个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就是 助动词对吧 助动词对对对 不好意思 hips 这个我 我现在真的是脑子里 一下子先想出来的 叫那个hipswell 助动词 对 中文叫助动词 就是德语的完成式 german german perfect 怎么构成的呢 是一个助动词 助动词加上一个分词 算了 算了 不写了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 好 所以呢这个词的意思 事实上 就这个句子的主干是 hat as nichtgefell 那fell fellen 事实上就是英语的那个fell 就是 fell 挂科 就是fell 是这么写的 fell 挂科了 就是失败了 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关于这些 亲属关系 就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 之间的假设 其实呢 并没有 并没有错误 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 langerzeit 并没有搞错 对他并没有搞错 langerzeit 然后这些都是一些中间修饰的 修饰什么呢 langerzeit for the definitive definitive 就是definitive 就是英语的definitive 就是确定的 证实的 因为这个 相比于那个fell 相比于这些假说也好 就是 在 事实上在很早 获得 确定的 一些 论证也好 就是statement 也好 就是 statement 就是论证 就是 其实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是正确了 就他们已经有一些正确的认识了 OK 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deindiyah quatsfor quatsnach yah 是year的意思 这个是真的跟那个英语的那个year year是同源的 就是year 这两个是真的同源的 大家想象一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说它的意思 我只是说这个意思 我只是meaning 这个 我不是很确定 这个meaning 是fail的意思 就是 并没有搞错 就是 他们对于这个认知 就是他们对于这个亲属关系的理解 并没有搞错 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meaning 词源的话 可以待会再查 好 yah 德语的yah 事实上和year是同源的 这两个都是表示年的意思 然后呢 是在 大概1800年之前 然后quats 是short的意思 phail的 啊 是就是啊 对缺失 对对对 缺失 对这是一个故 对有朋友提醒我了 我们可以去查一下 就这个phail 他如果和那个on这个词连在一起用的话 他表示的意思是 a lack of teacher 就是呢 没有缺失 就是 就是 早在 1800年的时候 就是 他们对于 这些 怎么讲呢 就对这些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的认知 其实 并不缺少 就是他们 其实就已经有了 就其实 早就已经 有一些猜测 或者有一些假设了 然后这个是大概在1800年左右 然后呢 hundert 以后 之前 那 Значит 应描稳之间的 啊 你头发的 纪念之间 所谓的 纪念之间 其中的一样的 germanisch 德车 和一样的 諴际语言之间 好 我们先 评到这里吧 就是说呢 在那个 就那些 在几百年之前 是吗?好吧 在几百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些人 gab as gib as gab是gib的过去式 然后这些人 有一个修设词 叫什么呢? Ver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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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英语的witch 我如果讲错了 大家欢迎随时提醒我 因为讲多太多话 我脑子会有点不清楚 Versia 德语的Versia 就是英语的 跟英语的witch 是同源的 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 我现在就讲意思吧 词源我就不说了 就是它的意思 我现在写的都是意思 就是它的意思是witch的意思 好 就是说这些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德语的那个 德语的那个条件句 它会把那个 动词放在最后 就是Versia 讲了很长一串 然后最后出现了一个 动词 所以说大家看德语的时候 也是跟看古代语言一样 你呢先把那个 什么 先把那个动词找到 那这个动词的话是在最后 就关系在此的话 关系同句当中 所以说动词是在最后 OK OK 好 那个feinig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feinigt feinigt 是feinigen 是来自那个feinigen 然后这个词 feinigen feinigen 是一个前缀 feinigen 是来自这样的一个词 所以来自 其实根本上 其实就和这个eins 就是e 德语当中的e是同源的 就是一个东西 两个东西 所以说呢 就是把东西聚合在一起 这样的意思 好 所以说呢 就是这些人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些人 Versia which 把这些知识 kenntnis 知识聚集在一起 什么样的知识呢 拉丁语 古希腊语 和一种 日耳曼语 就德语了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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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德语 那个 英语的那个for example 这个意思 好 例如德语 然后呢 和一种斯拉夫语 一个斯拉夫语 一个斯拉夫语 就是波西米亚语 当时是叫波西米亚语 现在就是杰克语 继续 DATSU KAM BAY FIELEN DATSU DATSU 波斯语 波斯语 就是新波斯语 DATSU DATSU 是那个 in addition的意思 KAM 是那个common的 过去式 KAM 是那个来自common这个词 就是 就是 in addition KAM 就是 除此之外 就是 in addition 就是除此之外了 还有呢 BY FIELEN BY是 德语当中用的非常常见的一个代词 是一个借词 然后用法 不仅建于 就是BY的话 可以说等于英语的BY 但是呢 它的用法比BY的话要 可能要更丰富一点 或者语义会更丰富一点 好 FIELEN就是那个many的意思 就是很多 就是 很多人啊 呃 还会有那个BECANT SHAFT 就是BECANT 是 就是 BECANT BECANT SHAFT BECANT SHAFT 事实上就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就是 不是两个 就是也可以说两个部分 就是 Shaft是一个专门用来构成音性结尾 而音性 名词的一个结尾 你可以说 我不知道 应该等于英语的什么 因为它有很多种构成 音性 啊 ship 对对对对对 谢谢 对英语的那个ship 就是relationship 比如说这样的 relationship 就是Shaft 和ship 对 然后BECANT 是 也来自Canon 这个词 表示认知 熟悉 大概这样的意思 好 然后呢 MIT 是WIST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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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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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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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TICSTEN MIT MIT 就它词干都是这个 ZWEIGHT 是第二重要的 然后VISTICSTEN 是那个重要 就是 是最重要 第二个最重要的 对 OK 好 谢谢 好 为什么说第二个最重要的呢 因为在伊斯兰世界里面 最重要的语言应该是阿拉伯语吧 对吧 所以他说是第二重要的 第二最重要的语言 Islamischen Islan Nachbar Bhaish Nachbar 就是 Nachbar Bhaish Bhaish Nachbar就是附近 靠近 Bhaish就是区域 就是临近的那个伊斯兰区域当中 第二重要的语言 那就是波斯语 是波斯语 是波斯语叫Nachbar New Persion 的意思 OK好 这个是开头的一些简要的介绍 这些介绍的话 就大概告诉大家 其实很早的时候 欧洲人就已经对语言之间的 亲密关系就已经有一些了解了 然后呢 有一些人还把那个希腊拉丁和那个希伯来语 进行一些比较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早期的一些语言学家的理解 对于语 就对于语言的理解 其实并不是非常科学 就是当然最早期嘛 这也没办法 他们只是根据经验 好 然后下面呢就已经出现了 下一章 就要出现了那个真正进行学术研究的 是什么时候呢 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这个人真的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这个名字 你可得不用把全名记住 但你可以记住他的后面四个字母 叫那个Rask 然后他是丹麦的一个Danish 丹麦的一个语言学家 然后我之前去哥本哈根开会的时候 还特地去他的墓前面去瞻仰了一下 那感觉的确不太一样 对 他的墓碑上面用很多种语言 有善语也有阿拉伯语也有波斯语 然后刻了 忘记刻了什么了 反正有很多种语言刻了他的 在他的那个墓碑上面 好那我再读一句话 我们今天就可以结束了 哇这句话又好长啊 又好 好 哇 大家看好了 这句话到这里 算了 我就读两行吧 大家不要太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啊 这句话非常长 我也不是故意要偷懒 好 这就叫做似语语将语语语语看 明显到这一题话吗 是让我直vere目测语会 你子grund得这一题话吗 还没有说 前面描述的这些内容 Geshared 是表示描述的意思 就是来自Shared 这是一个来自Shared 表示描述描写大概这样的意思 就是它的那个被动分词 就是刚才被描述的 Eclared 是Explained Eclared Eclared 是Explained 或者Make it clear 大概Make it clear 大家想象一下 就是这个是和 应该是和拉丁语的 那个Klada就是清晰这个词是老同源的 大家看好它前面也是 前面也是有一个前缀 Eclared 大概这样的一个 好 Vizu 为何 那个方法论 Methodition 就是Method 就是 Highphone Highphone是表示成熟 就是方法论上面的 或者不是方法论的 方法论叫Methodology 这个叫方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德语当中 也有很多像这种 英语和英语很像的词 对吧 就是为什么方法上的成熟 首先 Elt 是首先的意思 Wund 是Around 就是在 Around Vender 是转变 Tung 是Towards 然后19世纪 19世纪 这个是Yahundet 就是Yah 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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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undet 就是一百年 就是一百吗 Hundred 年 一百年 所以就是世纪的意思 就在19世纪 世纪转变的时候 就是 大概是 17几几年 到18几几年 大概就是意思 19世纪 那个转变的 这个时候 才呢 Eaheished Eaheished 是表示 触及 那个 够 就是够到的意思 就是Eaheished Eahe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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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两个部分组成 也是L和Eaheished Eaheished Eaheished 表示Reached 就是Reached 对 对 对 就是 就是Reached 对 Eaheished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上述的内容 解释了 为什么在方法上面的成熟 直到19世纪初 或者19世纪这个转变 就1819世纪这个转变 在这个时候才达到了 才Reached Eahe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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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te Dale 这事实上大家看好了 它动词又放在后面 对不对 Veyelden Kunter 动词放在后面 表示这又是一个重句 好 重句的话 它的引导词 还是一个关系代词 就是这个关系代词 实际上是一种指示 是一个指示代词 就跟希腊语一样 希腊语会把那个Demonstrative 就是Demonstrative 就是指示代词 用在关系重句当中 对 OK 这德语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是第二格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Mitte 不是第三格 Mitte 就是 With 就是和什么什么在一起 就With什么呢 With方法上面的这种成熟 就是 通过这个方法上的成熟 然后呢 这种hege haft 就是hege 是那个 Rule 是英语的这个Rule 就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更接近的英语的这个词 Regular 是吧 就是可以和这个 regular 是不是对比 对吧 我刚想说 可以和那个 regular进行对比 对吧 regular 好 就是说啊 这个语言之间 那边 svision 表示那个betweenness svision svision 表示 语言之间 语言之间的相似性 anishkeiten 表示相似性 similarity 所以这个kite 大家看好了 就是 就是 kite 就是kite 是一种表示抽象名词 相当于英语的 英语的什么 你也可以说ness 但是不完全对等 对吧 就是形式上面 对 它意思上面相当于英语的 nish nish ok anyway 反正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抽象 用来构成抽象名词的 然后nish的话 一般用来构成形容词 就是 这是一般构成 就是nish 表示一种形容词 所以它的最核心的词 就是在开头 就是表示接近 好 就是这个语言之间的相似性 然后这种相似性呢 是有规则的 包含规则的 haft haft的意思一般是 有什么什么 具有什么 具有规则 大概许为一次 nish understand as gemeinsam heilkunft nish understand as 就是 no other than 英语就是no other than 就是正式这个 是什么呢 gemeinsam heilkunft 就是有共同的起源 gemeinsam 表示共同的意思 然后那个heilkunft 表示起源 heilkunft heilkunft 其实是和 应该是和common 应该是和common 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heil heil 表示来到这里 或者从什么地方来 然后这个after 或者ter 是一个经常用来表示后缀的 所以这个从什么什么地方来 就表示来源嘛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些有规则的相似性 这里的then 我怀疑是一个 怎么讲 比较加强语气的 因为你如果去查德语字典的话 then 大家看一下 就是相当于for cause 有这样的意思 或者是一个particle 大家看好了 等一下 看一下 就是 is the air then conquivism 就是 他真的生病了吗 他的确生病了吗 我估计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就是 他表示一种比较加强语气的 一种particle 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 ok 就是nist anders 因为是他既然 大家看好了 这事实上是一种 类似一种双重否定嘛 就是 not no other than 就是 不过是 或者是 肯定就是 大概这样的意思 或者 我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的 英语就是翻译成 no other than 大概这样的意思 就是共同的 一种起源 对中文叫不外乎 谢谢 谢谢 我就是需要大家 这个 不停的帮我 怎么讲呢 就是美化一下我的残缺不缺的中文 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 就是我中文 讲中文真的讲的不是很好 我就 就讲的不好 对 ok好 就是 所以呢 就是说啊 就这些 语言之间的 合乎规律的 或者有规律的相似性啊 不外乎是什么呢 不外乎是 他们共同的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了 就是gemeinsameherkunft aus 是out的意思 就是来自 from out aus 就是来自一个更早期的一个 stufe stufe是 大家有记得吧 我以前经常跟大家讲什么 schwundstufe 或者是forstufe 就是 这个相当于 这个 这个就是stage啊 或者是 stage 或者是grade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对 我现在讲的都是意思 我没有讲词员 因为词员我很多词我也不是很确定 好 那就是 他们是来自一个更早期的from 或者out out of out of order stage 或者grade ecleat ercleat verden kent 就是 kent 就是 kent 就是 英语的 can 德语的kent 可以 可以 能够 能够被 就是verden 是表示一种passive 就是德语的那个passive 一般是用那个verden 再加上一个 再加上一个pbp 再加上passive 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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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ipal 或者是passive passive 就是加上一个分词 就像刚才这个分词的话一般会加上一个t在后面 就是加上一个t 就刚才这个被动分词啊一般会加上一个t 大家看德语语法书里肯定会看到 所以整句话连起来就说 我再把整句话连起来说一下 就是之前描述的内容解释了 为什么为何方法上面的成熟 首先是在18、19世纪交替的时候才获得了 然后呢通过这种成熟性 语言之间的有规律的相似性 不外乎 den 肯定 肯定就是 或者是 我不知道怎么把中文翻译成更漂亮一点 就是不外乎是来自一个 不外乎解释 不外乎可以解释为来自一个更早阶段的共同的起源 或者是 不外乎 知道这个人有多厉害 就是这个人真的非常厉害 1887年 1839年 1832年 对 这个人 OK OK 今天课就到此结束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一直听到现在 然后我还是会把那个录屏传到网上 OK 好 谢谢大家 OK 好 好 大家再见 OK 不客气 我把那个视频那个停止 好 大家再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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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